几步 一 前言 从一则故事说起 在佛教有一则发人申请的故事 有一天波斯王初徐 在独中遇到一位白法郎 翁就关心问你今年几岁了 老翁达到四岁 王惊讶再问四岁 王 老翁达到是的只有四岁 我反悔以前迷迷糊糊过日子的无知 直到四年前我归依佛法 并做了四年佛事 才体会到真正有意义的人生 这就是有趣的四岁老翁的故事 也说明了身为一个人 所谓人 简单的说是灵 与生要合而成的生命体 也就是天父的灵性与父母所生之身体 以妙合而成的国 人 六祖会能曾明白此是我们 是人自色身是臣 眼耳移舌是门 外有 门 内有一门 心是地 信是亡 亡居心地 信在亡在 信去亡居心存 信去生心坏 所以说一个人真正的主人并非肉身假体 而是居于身中的灵性 虽然灵性看不到 摸不到 嗅不到 但是知道身体冷 身体热 身体饿 身体保持灵药功能全由它 甚至心中起什么心 动什么念 了然分明 所以孟子 说 体有贵贱 有大小 意思是说 每个人皆有贵重的灵体 也有贱贱肉体 能赡养尊贵的灵性与爱世人者 必可成为圣贤大人 若只知为肉体生活享受而 迷糊一生者 必凡夫下贱的小人 以上是对人所作简明解释 何谓人生 接着来谈什么叫人生 所谓人生 就是一个人由生到死这段期间 所表现的心路历程及行为 遭遇 而生死期间受命的长短不同 有数秒钟的 也有百余 碎的 有无病受终的 也有恨或夭受的 故约人生无常 生死期间的遭遇 普通 难逃佛家所谓八苦 生之苦 因为做人难 人难做 难做人 多言人贤 少言人说痴呆 为恶 人厌 善良被欺 富贵遭急 贫穷被见世 故难怪汉朝豪杰张良亦然立志出家修 道 老知苦 誓茫茫 法苍苍 使掉牙窑 行动迟缓 耳朵众听 故约修道当乘早 病之苦 常言道花五百日红 仍无千日好 尽管大病不犯 小病也难逃 故张妃曾说 不怕死 只怕病埋磨 因病时有力难发威 而且体弱生气为 死之苦 甚者曾慈世 临死掉泪珠 万有化成乌 抛情十里外 死别中千苦 孤独来生 又孤魂走阴思 真是死别苦 加上历生中游贪 称 失所造诸恶 夜夜现前 千禅报应更是苦 求不得苦 所谓天下事不如一时有八九 俗云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圣哲云 求不得苦心如痴 心不在焉神若失 并非上天不作美 心中所欲命重 五 忧郁 命理有时中需有 命理无时莫强求 改善之道便是常施舍 常利益众生 清心寡欲 爱别离苦 所爱所轻的人要分离或有别 是人生当中令人甘肠寸断的苦事 故 圣哲云 生理意的相思苦 死别更是碎甘腐 多少柔情 多少累 无情无欲乐字 如 愿增慧苦 心所思慕 亲爱的人无法在一起以是苦 偏偏愿恶讨厌的人又推不开 更是苦 所谓愿假夫妇最痛苦 专找不适处 朝怒 朝闹动文武 五欲圣虎 所谓五欲 就是色受想行识 是说见色尽逢物 及贪婉执着 欲一切深色动静 就领受不放 妄想过去现在未来 思虑纷乱 不得清 静安宁 心念不定 外游 杂丝 被物所转 被尽所迁 识别清书 分别你 我不能等视大众 树立愁疑 因此 五欲产生 身心不得安宁更是苦 成是老 自所言 就莫大于欲的 或莫大于不知足 以上是人生常见之八大苦 也是定苦 另外 诸如地震一来 一身心血 毁于一旦 水灾一来 良田万寝 富诸东流 火灾一来 万贯家财 富之一句 恨祸发生 哀怨苦别 皆是未定之苦 所以说人生是苦海 一点也没 错 如习有先知 告诉波斯王说 所谓人生 就是人生 人苦 人死 顺治皇 弟也说 不如不来亦不去 亦无烦恼亦无悲 三 是人生死世大 虽然人生当中有难测的定苦与不定苦 但究其苦因 皆有止之未生 命活 为欲望茫茫 加上历世 及其丙性不尽而来 如果能效法历代圣佛 以修 到位本 以济世救人为天职 相信必可离苦 而且能够安平乐道 富而好 礼 贵而爱您 过着平安快乐的日子 五祖红忍一日向所有门徒开示 曰 世人 生死世大 你们整天只知追求福田 不知悟道出离生死苦海 自信若迷 再多福 田又如何救得了你自己呢 你们各自看看自己的智慧 取自本心般若知信 作义 守记来给我看 若物大义 道体本性即将依法传给你 成为第六代祖师 五祖明白告诉我们 在生死无常迅速之大事中 以明星见信为第一要事 再生死 苦海之中 人以明星见信为解脱自救之道 在大学经一章中 至圣先师孔子也明 白告诉我们人生大事 自天子以至于庶民 一世皆以修身为本 所谓修身 乃修除身中恶习恶行 修除心中贪嗔吃三毒 修明主宰身心的天命本性的意思 在孔子以前朝代 有商汤在玉盘写下作又名言 既日心 日日心 又日心 不但要洗身敬身 更要洗心敬心 恢复本来常心的明德自信 在孔子之后有学生 曾子自免道 如日三省无声 为人谋 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 而不信乎 传 不惜乎 时时不忘检讨自己的身心情为 是否守住中 信 是否熟悉老师所 传得到 所受的圣业及解惑之道 四 明星见性是初离生死苦海之道 既然说明星见性是初离生死苦海之道 也是自天子以至庶民百姓第一要事 如何证明呢 在六祖谈经中 明白记载 六祖会能大彻大悟之见性真言 何其自信本自清净 悟的清净体 一切罪业便成空 何其自信本无声也 自信者必得永生 何其自信本自具足 自信聚足万得 当之足之 何其自信本无动摇 觉者安住于自信中不能不动摇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无终生妙有 万法尽由信中出 何其是祖师经其之语 有没有想到 不可思议自信 竟然有这么多的 性能功用之意 如果我们能够认识真正的自信 很多人生问题 如外在的名利财 色之诱惑 内在情食欲望之妄动 加上天灾的变人 或知威胁迫害等问题 可在自信中得到平静的 理性的解决 而不至于苟且偷生 贪生怕死 临为败劫 如诸葛亮忠心辅主鞠躬尽瘁 岳飞进中报国 掩回一丹石 一条影 居漏相 人不堪其忧 鬼也不改其乐 乐在道中 安于自信中 闻天祥的浩然正气客 伏地劳邪气 苏武忠贞不二的爱国情操 5.结论 虽然人生问题是一个错综复杂 潜因后果非常奇妙 而且不易讲明 但示弱 能了解人本身谈起 进而认识人生 认识人生的原理 认识人生苦乐之因果 认识人生无常 认识人生的意义 认识人生是无价的 佛约六道四身贵 人最贵 为人最灵 佛从人中修成 也从人中造就 人能修复绝身天上 人能造 恶必堕地狱 人道不休 余道不急 亦失人生 万劫不复 故有智慧的人 必 珍惜很难得的人生 开创永恒的生命光辉 因果所命求道